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卖完了差不多两个月 县农大动作房贼养殖池旁货柜屋里头宛如小套房 躺椅并沉床还有凉背 桌子上的设施连接五六台监视器 360度24小时监控 旁边有30度里面3330速度跑不掉 我们白天晒太阳不会进去 傍晚凉的时候我们再进去 除了货柜屋监视器外 池塘周边装设围离 还有警察来定时巡逻 人力和科技双重监控 成熟了以后它就会上岸 就是爬起来 所以准备不为不行 人力跳进来一下子捡走很多 县农如林大敌 今年遇酒汉不语 靠抽吸水应急 导致电费破万元成本增加 以去年来看 民众最常吃的是三两到四两重 每只不用五百块 就能够品尝到 五两重则是每只六百九十元 今年价格预计看俏 大闸蟹在产季炙手可热 不只是牢涛秋季的最爱 还成了肖小目标 县农多管齐下 就是要收住 一只大闸蟹都不能少 当太阳下山后 才看得到大闸蟹成群现身觅食 国产大闸蟹因为量少 因此每到秋季 都会出现一夜式广告诈骗手段 以及不时宣传 卖走私大闸蟹 盗取别人美食影片 在图文并茂 制成一夜式广告 经常刊登在脸书 让不少消费者上当受骗 在隆历的九月以前 抓大的大闸蟹 基本上你买到了 应该都不会做很肥 少许的是那种走私的 养蟹达人分享 便是走私大闸蟹 首先你可以从检验证明开始 这就是蟹黄 然后下面有一点点白白的 这就是蟹膏 无论国产养殖 或是合法空运进口 都会有检验证明 等于是大闸蟹的身份证 跟着要注意开卖时间 大多要等到接近国庆日 蟹膏才会饱满 而诈骗人士通常抢先开跑 最后市面上从外观便是要看清楚 解开绑绳潮泻喷水 眼睛会动就是活体 可万一活动力差 不排除蟹源来自走私 另外价格过于便宜 主要是因为受到海运运费影响 走私价大多会折半 来源不明 大闸蟹可能不止少了说好的蟹膏蟹黄 还暗藏过多生长激素 吃出身体毛病 赛利新闻王子宇 人民治理介营 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